高宏安社诈领助理费 唯一未遭减轻量刑的助理 绰号公卫文的王玉文兼不认罪 而检调发现高宏安办公室请领记录 王玉文疑似在离职后 持续跟立院领助理费 且公文上还有高宏安签名 代表他全都知情 这是2020年9月 高宏安办公室立院公费助理经费请领名册 王玉文领了薪资本付4万6 还有16256元的加班费 但在起诉书第24页证据清单内容提到 2020年8月31号 王玉文跟黄慧文说 我表定是做到今天 代表9月份王玉文已经离职 却领了助理费跟加班费 离职之后还继续去诈领加班费 而诈领的公文上面又有高宏安亲自的签名 代表他明知公卫文已经离职了 还继续诈领加班费 而这个加班费又进到这个所谓的公积金 而王玉文9月薪资扣除劳健保2804元后 实领43196元 零贯年爆料在公积金账目中 9月份由王玉文入账同金额 另外黄慧文跟王玉文 在10月19号对话记录提到 上次请你帮忙领加班费 金额是16256元 有空来办公室麻烦给我 被检调认定是福报属于犯罪所得 那目前检方认定是只有9月份的加班费 是有差额福报的 这个显然不符合常理 如果有工作的人 为何把他的本薪 以及加班费全部都入到公积金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是 但是大家会好奇也是检方应该要再仔细追查的部分 为何助理离职一个月 还有薪水跟加班费肯领 恐怕也是检调认为高宏安涉案的关键原因之一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